不是辽兰,不是广东队 CBA第一禁旅宣布重要决定 50万名球迷振奋 大家好,我是体能猪八戒冻哥 喜欢我的作品,欢迎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知,本赛季CBA第二阶段的赛事 正在激烈的进行中 随着赛事的不断深入 联盟的整体格局也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看到快速的变化 本赛季总冠军的归属现在来看 依然是个谜 和前两个赛季不同的是 本赛季的CBA不再是辽兰一家独大 而是崛起了很多球队 这对于中国南兰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大家知道辽阅大战 一直以来都是联盟绝对的看点 辽兰本赛季将向对峙的三连冠去发起冲击 辽兰试图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王朝时代 但联盟曾经的王者 十一广王广东队 自然不会让辽兰就这么轻易的得逞 广东队在本赛季进行了 大量的人员和阵容方面的优化 就是要向总冠军去发起权力的冲击 辽兰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 打出了全胜的战绩 一直稳居联盟的第一名 让其他球队可以说是望尘莫及 但是进入到联赛的第二阶段 辽兰的形势可谓是急转之下 辽兰队中老将众多 在第二阶段进入到了非常严重的疲倦期 伤病问题也开始逐渐的显露了出来 郭艾伦在第二阶段迎来了强势的付出 但是好景不长 郭艾伦仅仅打了几场比赛后 再度遭遇了伤病 目前正在养场中 何时能够回归 目前来看也是不得而知的一件事情 辽兰后场另一位核心 赵继伟现在也出现了问题 赵继伟前期因为比赛 精力消耗巨大 现在又遭遇了流感的侵扰 赵继伟也倒下去了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缺冰少将的辽兰 赛季至今已经被浙江广煞击败三次 目前也已经让出了联盟第一的宝座 形势可谓是岌岌可危 广东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广东队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是非常一般的 但是进入到第二阶段 广东队随着周琦的付出 和人员磨合的不断变好 战绩和排名也是一路上涨 但现在周琦再度受伤 让广东队再次陷入到了很大的困境之中 广东队需要有更多的球员 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 目前联盟其他的球队 正在胡适丹丹的向上攀爬 广东队如果不能尽快的调整 他们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跌落 第一集团 也就是真冠组 杜丰和朱芳宇现在也是颇为的头疼 所以说我们看到 辽兰和广东队现在都遭遇了颇为严重的问题 这和外界此前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现在还有一支球队 堪称CBA的第一劲率 本赛季表现的相当的出色 并且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联盟第一的位置 这支球队非常有希望 夺得本赛季的总冠军 那这支球队就是新疆男兰 新疆男兰作为联盟的第一劲率 本赛季进行了强大的引援 例如赵瑞和吴冠西的加盟 让新疆队整体的实力提升了很多 而且新疆男兰本身阵容也是不差的 二三四号位都是国字号人员的配置 新疆男兰阵容大家看到非常的均衡 而且年轻 所以他们能够在第二阶段打出如此亮眼的战绩 来到联盟第一的位置 新疆男兰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绝对位置的强点 低调的新疆男兰现在也终于出手了 新疆男兰现在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新疆男兰签约内线外援 坦纳格罗夫斯出生于1999年 身高2米08体重210斤 厂上位置为大前锋和中锋 随着坦纳格罗夫斯的加盟 再加上本土内线吴冠西的坐镇 新疆男兰大家看到内线的实力 无疑是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升华 新疆男兰此番操作 无疑就是针对辽兰和广东队两大抢敌 辽兰和广东队都是内线实力占优 韩德军和周琪都是联盟里顶级的内线 吴冠西和他们两人相比还是有些逊色的 但是随着内线大外援 坦纳格罗夫斯的加入 新疆男兰的内线实力 已经完全能够抗衡辽兰和广东队 为新疆男兰的争冠计划增添了很大的保障 现在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 新疆男兰终于出手了 随着新疆男兰开启引员操作 证明了本赛季CBA联赛即将进入到了 一个高潮期50万名球迷 自然是兴奋不已 以我本人来看 新疆男兰本赛季 是非常非常有希望夺冠的 如果新疆男兰夺冠 CBA无疑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一起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